你说到这个跟印度比较的话 我们可能会很难以避免的 要让这个印度就不太舒服 因为很多体系我们没法去比 你比如说从造船工业水平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工业它好坏的话 它的质量控制 它的规划能力影响会非常之大 比如说我一个工厂造船 那么我造船中 如果说举个极端的例子 现在玩智能制造了 我整个从这个图纸到这个下料管理 到这个钢板切割 到做组装到焊接工艺 全部是一个高精尖水平控制下的 我所有工人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素质下 能够把这个转体组装得非常好的时候 跟印度式的这种 近乎以手工打造式的东西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合格的工厂 不管在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那么有一个德国工程师 他的这个传记 不是传记 就是自己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如果在中国一个工厂 那么我现在就把工程要求说清楚了 那么这个工厂该怎么去建设 该怎么施工 该怎么去用吊车 该把什么东西吊上去 该怎么焊接 那么中国工人会按照要求 按照图纸 照常办事就行了 那么他的整个业务素质 基本上具备了是合格的工人 因为教育水平在这摆着呢 在印度他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告诉你印度工人了 今天你第一步干这个事情 他就干了 等这个工程师走了忙别的事情之后 会发现这印度工程师等他回来 每一步操作需要工程师单独指点一下 最后的工程师受不了了 自己拿着这个设备 到那儿干活去了 干完之后你帮我搬到就行了 所以人的素质差距也是极大 那么人的素质差距如果大的话 后边的管理就可想而知 而管理是一个非常要命的 你没有高素质人群 管理制度仅仅是落实在文件上 根本推动不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这个飞机制造厂 或者造船厂 那么管理水平好的 拿到一个标准 严格执行 它的加工水平跟一个不好的 那差距就特别大了 就跟我们造一样东西一样 你的产品质量靠什么保证 设计要好 是一个前提性的保证 你的用料要好 紧跟的是个保证 你的人员素质是一个保证 最后你加工是不是暗昌造作 也是一个保证 从这四条来看 让韩国就跟印度去比的话 恐怕这四条上印度都有先天的缺陷 没法跟韩国中国和任何一个 现代化工业国家进行比较